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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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 你刚刚说什么 他说他遇到了花城 原来他叫花城 这名字到底适合他 太子殿下 你遇到的人真的是花城吗 他还有什么特征 红衣 黑蜀 还打了一把伞 他 他对你做了什么 护了玄机设下的迷阵 还帮我带了个路 就没了 没了 这 这 花城到底要干嘛 但殿下在世间游历 也有可能再遇花城 所以 还请务必记得一件事 花城出身于铜炉山 那是一座万贵相残的古城 或许他一时对你怀有善意 但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能必 则必吧 后来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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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